那在第一集啊 我是有钱人吗 里面有提到了 紫围斗树中的财星 是有五曲星 天府星 还有太阴星 这三颗 但是留言区啊 有一位朋友留言说 他是五曲星化露作命 为何现在是穷困潦倒 相信这位朋友此时此刻啊 走的大运并不如意 才会有这样的感受 那也希望他能早日走出阴霾 来个谷底大翻身那才好 财星做手却又财库空空 我到底怎么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姐姐 还记得啊 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 介绍了紫围斗树里的财星 如果还没看的观众朋友们啊 可以点击一下资讯栏 去看一下小姐姐帮大家做的那一集 我是有钱人吗 我常常说啊 紫围斗树的论命方式啊 不能只看一个公位 或者是一颗星星的好坏 来评论整张命盘的高低 好的命盘也会有低运 不好的命盘呢 也会有翻身的时候 所以人的一生 虽然会有起起伏伏 但是每一个阶段 都会成为你日后最宝贵的经验 我们都在学习失败中如何坚强 成功后又该如何的低调跟内恋 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 将来都会有它发生的道理 虽然现在看不出来 但终有一天会很庆幸 还好经历过了苦难 你才能够真正尝受到成功的甜美 所以呢 大家要常常看看小姐姐来了 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 自己的命盘跟心术 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有哪些事情是你该预防的 就要好好的预防 该享受的时候 就要尽情的去享受你的人生 那我们今天呢 就要来看一看 为什么在紫微斗树里面 这个五曲星 这颗大财星 它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星星 会让它转瞬间 就变成破败的组合了呢 那破败光了的我 还有翻身的一天吗 我又该怎么样去预防呢 在解说之前 还是同样请大家先去看一下 关注跟小铃铛按了没有 才不会错过小姐姐 为大家做的 紫微斗树分析跟解说 当五曲这颗大财星 进入到了你的命宫 福德宫 财博宫 填宅宫 这四个管钱的宫位的时候 照理说你应该是最开心的 但是呢 可别高兴得太早 若是这颗财星遇上了他们 可说是这一生你的钱财注定是会非常大的破号 也可以说跟钱财是结仇了 那整个世界的翻转会让你有想哭都哭不出来的可能哦 我们呢就先来看看这些星座的组合有哪些 首先呢当行运走到了五曲星加上了破军星这个组合 破军星啊他本身就是一颗破号的星树 他走到哪里他破到哪里 在紫微斗树里面 破军星也有破面将军的称号 蜘蛛计较的五曲星 本身啊他对钱财就是很重视的 但是一旦有了破面将军的陪伴啊 他就会完全改变了他五曲的特性 破军星会让他的花钱方式变得大胆 而且不计较 加上五曲破军的组合的人啊 财博宫又是七萨星这个杀场战将 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钱财的把门员啊 自己都花钱如流水了 他又怎么去帮五曲破军 守住他们的钱财呢 所以说在这个组合的人啊 他们花钱的胆值是非常的大的 如果有集星来汇集 那他投资的眼光也就会比较好 那会让自己在投资以后啊 会有很大的收获 但是呢在这个组合里面啊 如果没有集星来汇集 然后再加上四萨星空结星 就如同啊是提油救火了 不烧个金光都还不罢休 这样的破号注定是要穷困潦倒的了 第二个组合是行运走到了 五曲星加上七萨星 七萨星本身就是一个刚毅又勇敢的星术 他不畏艰难 贤阻 勇往直前 七萨星站在五曲星的旁边啊 是非常不利于聚才的 这样的格局一生起伏都会很大 冲劲有余而谋略不足 盲目的冲刺性格啊 也不懂得见好就收 所以常常赚到了钱 最后却全部又吐了回去 非常的可惜 那五曲七萨的组合 他不怕花钱的方式跟做事的方法 一旦锁定了目标 他就会有那种大笔的投资 然后他也没有在怕的 在他的理念中啊 他觉得以他的判断跟决定的眼光 是绝对不会错的 这异常的勇气跟自信 加上超强的执行力 会让他们的人生啊 跌宕起伏的非常的厉害 那另外呢 七萨星又有好了伤疤 忘了疼的本能 所以当他艰苦的啊 努力爬出他当年自己刨的坑 别以为他就此消停了 因为财博宫有贪狼心作手的关系 所以只要他觉得有钱可以赚 冲动的力量啊 又让他上了头 若是时运萨星再进入的话 那就成了一枚满夫 无人能挡的情况下 可能就需要终其一生的来 为自己刨的坑付出代价了 第三个组合是行运走到了 无曲心单手 但是遇上了煞心 如请阳心跟陀螺心 简单来说 这是一个很不喜欢用正常管道方式 来赚钱的组合了 那有的时候呢 他会给人家为了赚取金钱 而有不择手段的感觉 星星呢也会变得比较巧诈 那这组人常常会因为想要走捷径 想要以脚搏大的方式 赚取投机的钱财 但却常常会不自量力 为了赚取轻松投机的钱财 而去铤而走险 或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一旦失策 可能将会引发牢狱之灾 或者负债累累 无曲心家煞心的人 所赚到的钱 总是会被别人沉沉的剥削 真正赚到自己手上的钱 却寥寥无几 好的利润全部被别人抽走了 那自己最终呢 还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窘况 所以呢 遇到了这样的组合的朋友 千万要小心 勿应一时的贪念 而让自己信用倒闭之外 还换来了不好的名声 而若是无曲心化气了的话 会让他总是有赚不到钱 或一直觉得有缺钱的感受 很难在金钱上得到满足 想赚钱总是觉得赚不到钱 想存钱也老觉得存不到自己心目中的数字 这样的欠缺感就是花极心的影响了 接下来就是财酷空空的我 还有翻身的一天吗 我又该怎么样去预防呢 首先啊是无曲破均的朋友 走在这个运程的你 企图心很强 执行力很旺盛 其实在这个运程你很会赚钱 那你赚钱的能力也很强 但是因为啊权力的冲刺 却是没有人帮你收尾 那钱财很容易进来 却是因为没有好好的管理 使得你的财富不断的耗尽 那要能妥善的规划财务 精打细算的方式去理财 才能让自己开拓出一片好的天地 幸运啊走无曲欺煞的朋友 在这个运程里面 你会像拼命三郎一样的努力拼搏 忙来忙去啊终日都不见人影 想赚钱的欲望很强烈 但是常常又会有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窘况 外出应酬开销很大 然后公关啊周转啊 的这些人情的费用支出都非常的大 所以常常啊是左手进右手出 忙来忙去都白忙了一场 记得啊在这个运线里面 如果能够开源节流啊 将赚来的钱去买房地产 最终是能够守住你赚来的钱 也能有靠房地产赚钱的好机运 补取心单手加情阳心或陀螺心 财心做手本是应该啊 有很多机会可以赚到钱 也会精打细算的生活 如果能够正常的工作收入啊 一定会有不错的生活品质 加上呢为了赚钱啊 会身段柔软 然后也会有不错的人际关系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赚钱的能力是相当好的 记得千万不要因为贪心 而去以小博大 那这样的格局啊 还是以赠财收入为主 才会是啊一个最好的方式 一步一脚印踏实生活 你的生活品质一定会是不错的 我们大家呢只要好好努力 就算是命格走到了低落的时运 也不要放弃 沉淀跟学习是很好的方式 该如何赚到钱 好好的运用 野心呢也不要过大 稳定的安全的啊 守住自己辛苦赚来的钱 那要有耐心 等待新的机运到来 一定在能够创造新的高峰的 以上呢是小姐姐为大家整理的 财心做命却财库空空的命格 希望大家都能喜欢 那也祝福大家财源滚滚发大财 我们下次再见咯